去吧 快快快 你们赶紧别走 我还要演 怎么呀 快点快点 别走啊 快点 我们走了 我都要走 不过 我们就不分开了 来 我答应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好好保护你 好美啊 从我第一次看见你 就觉得你好美啊 好像 好像仙女一样 我都不敢多看你一眼 做梦也不敢想会有这么一天 种事 今生必要受诺 为你牛马 生死相义 公主 公主 醒了 摸摸脸 清醒一下吧 我准备了葛花汤 结酒醒皮 你酒后头晕 烦躁 干渴 喝了它就不会那么头痛了 我昨晚 是不是失态了 我看你眼睛红红的 是不是为了整夜照顾我 不能安睡啊 我睡得很好 来 先喝了这汤 再吃点早点 就不会胸格保障 酒毒呕吐了 早点 我给你准备了 你最喜欢吃的结梗糕 来 你不要太过操劳 不必事事多清理尽为 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还很长 你要好好保重 我答应你 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当然相信你了 我一定会好好地保重自己 好好地服侍你 从今以后 无论是好日子 还是坏日子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永远不离开你 刚才数到第几了 这个 鸳鸯碑五队 是六队 搬到库里的有四队 这里两队 不就是六队吗 你呀 数目不轻去乱记账 这可不行 大夫人恕罪 你们那个石总管 都不知是干什么的 昨天晚上就应该把 这些贺礼都入库嘛 记得好乱哪 该依客人的官位 爵位罗列贺礼嘛 将来将军回礼的时候 也方便查看 不用你们了 帮忙点喜账吧 罗罗 去吧 洗衣娘 现在连官内侯都要叫我一声外姑 你敢直呼我洗娘 本该叫你声太夫人的 可是怕你听不习惯啊 你看你 怎么还在做些吓人的事啊 太夫人 我亲力亲为要犯着你了 以为够面子就可以欺负我了 被宾客赞赏了你这个小厨公几句 就以为自己真的堪比皇上的御厨了 大家只是看在我女婿官内侯未卿的面子上 客气罢了 好好好 那你女儿以后的婚事可别让我掌验啊 呸呸呸 我女儿才新婚呢 她就嫁这一次 你少胡乱说话 那你以后再婚也不要叫我 可看你这副嘴脸 可能吗 小厨公要回宫准备午膳了 枉我这几日这么辛苦 一句谢谢都没有 走了 再不走 看我怎么搬你的皮 哼 姬娘 当魏夫人步上册封台 宗正宣布皇后受洗后 请魏夫人从大掌丘手中接过洗授 再坐到皇上身边 皇门鼓吹三变 中鼓臂 册封礼仪便完成 妥当周全 朕很满意 你为朕这喜事劳心 朕该赏你 臣不敢 百民 这是朕为你张罗的 是丞相薛泽的侄女 年方十八 娇眉楚若粉嫩陶半 举止楚透幽兰之姿 戴眉凝韵 秋水韵金 段大哥与你匹配啊 臣暂时无意昏去 不必了 不必了 子夫如今已封后 魏卿也已成婚 你与他们亲如一家 如今 就剩下你还为臣家立事 臣指望专心为陛下办事 不愿为家事缠身 臣敬谢陛下眉意 这是什么话 就是因为你忠心耿耿 朕才特意为你作美 若这个不合意 朕再替你留意 段大哥 往事已矣 何不放开怀抱 你还在惦记那个关外彼子 既然那心上仁义嫁做人妇 又事隔这么多年 段大哥难道就断不了思念之情 情已断 情心也断 人莫鉴于流水 而鉴于止水 既为止水 心已安然 何必再翻涟漪呢 看来 那个关外女子 伤大哥很深 事臣自作多情 陛下就要大喜了 也希望天下人能得眷属 与地同乐 只可惜这番心思 要用在臣这里 倒也枉然 既属枉然 那不如就此作罢了 把这份惊喜 留给魏夫人 惊喜 常言天下之大笑 莫过于扬名险阻 如今魏卿护国有功 以封为官内侯 而你也将册立为皇后 如此光宗耀族 当然要依尽还乡 拜祭王母 以为其在天之令 陛下 魏卿因公事之变 已顺道挟她的夫人 先行出发 我会让兰麟殿的侍女 除宫义涵 明月 都陪你不日出发 沿途照顾 道弘 就由你 护送子夫回乡 你们也好故地重游 来 谢陛下 谢陛下 好